今天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依飞在会上表示 2020年银行业减费让利3568亿元 较2019年增加40% 此外 近期出台的12条金融领域 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措施 聚焦的都是降费呼声高 使用频度高的基础支付服务 这些出事啊 实施以后 预计每年为市场主体社会公众减少所需费支付240亿元 其中啊 会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超过160亿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介绍202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有关情况 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 加快推进医疗 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完善分级诊疗体系 选择上海 江苏 浙江等11个省份为医改试点地区 统筹推进省域内各级各类公立医院 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和支撑体系 加快形成符合实际 可推广 可复制 可持续的经验和模式 加快速进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